台湾将进入超高龄社会 65岁的长者已经有500多万人 而随着台湾逐渐迈入超高龄 长照服务也需要更加完善 为了解医护人员社工照服员的工作现况 东华大学原住民族学院与花莲县府 2号上午在东华大学原住民学院国际会议厅 举行相关的研讨会议 让部落工作者还有学生能够有更多的对话与反思 2026年台湾将进入超高龄社会 65岁的长者已经有500多万人 行政院推动长照2.0原民会设立文件站 让部落长者就近接受服务 东华大学原民院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主任指出 论坛可以增进部落事务的提升与服务 发现到这样的一个研讨会 其实很符合我们花莲县社会工作 跟民族发展这一部分的食物界跟学生物界 老师的欢迎 所以我们就继续的更续的办理 那这个研讨会当中就包括两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有关于民族社会工作跟民族发展两个部分 所以在我们的议程设计里头 就会包括我们现在大部分 我们研究民族社会在探讨的一些议题 希望能够跟我们这个民族发展的一些 发展的脉络结合在一起 参与会议的原家中心也指出 在会议中能够吸收更多的国际观 并且也能够提升部落工作者 在部落服务给予更多的长者照顾 以及部落事务的发展方向 是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会开拓我们一些国际上面 因为他邀请了一些我们平常看不到的老师 所以在食物上面或者是世界观上面 都会有很大的增长 对然后人可以应用在我们实际的服务当中 这次的研讨会结合了花林县政府 共同规划办理 在政府的参与 结合学术食物的工作经验交流之下 除了提供政府单位 作为原住民事务政策的规划之外 更可以增进原住民族相关教育工作者 食物工作者 部落工作者 和原住民族学院学生 能够有更多的对话机会 记者林杰 收风箱采访报导